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宜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留言區 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討論新聞時事 新聞首先我們先來關系 我們知道台灣在週末有可能就要迎來寒流了 不過現在極地渦旋南下 在北美幾乎整個都陷入所謂的冰凍世界 像是加拿大部分地區氣溫漲到零下40度 連要打個雞蛋到鍋子裡面接一打下去 蛋白跟蛋黃都會瞬間結鬥 變得像是模型一樣 而現在甚至連美國華府的積雪都超過了20公分 煎鍋上的雞蛋宛如模型般動也不動 極地渦旋南下 讓加拿大部分地區氣溫低到零下40度 不管是拉麵還是衛生紙捲 只要沾濕全都可以凍在半空中 不只加拿大連美國都在銀色世界中 華府因為積雪深度達到近20公分 讓大小朋友裸著上身 在雪地上演大規模雪仗 激動天氣帶來的當然不只有好消息 美國密蘇里州這棟公寓因為氣溫激動導致水管爆裂淹水 還有四名肯塔基州的大學生 因為大學受困峽谷 讓救難隊員不得不把直升機停在岩石上驚險救援 在這樣的氣溫狀況下最怕就是凍傷 專家也表示凍傷比較容易出現在耳朵鼻子手指和腳趾 一般這些部位先有這些症狀 要預防凍傷專家建議可以穿防水衣和鞋子 戴上手套並遮蓋身體末梢像是耳朵或鼻子 一旦發生凍傷第一步就是先讓身體遠離寒冷 接著脫掉濕衣服再用乾毯子和溫水保暖 醫師也特別叮嚀不要直接靠近高溫和不要喝酒 因為喝酒反而會讓體溫降得更快 讓身體保持溫暖是避免凍傷的最佳法則 好這麼冷的天氣零下40度 像觀眾朋友威廉雪他就說搞不好冰箱裡面都比較溫暖 而且手機電動車很多觀眾朋友都說 估計可能都沒辦法使用了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年僅16歲的俄羅斯天才少女安德烈耶娃 他在澳洲網球公開賽 女子單打第二輪暴冷擊敗了大會第六種子賈伯 而且比賽他只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就搞定 現在他也被看好有機會挑戰新世代球後 年僅16歲的俄羅斯天才少女安德烈耶娃 在澳網第二輪大爆冷門 安德烈耶娃第一盤先是連續三度破發成功 以6比0賞給賈伯貝果 他在第二盤也只丟掉兩局 花不到一小時就讓賈伯提前回家 至於曾在2021年美國網球公開賽 奪冠的英國甜心拉杜卡努 去年接連動了手腕和腳踝手術 找回健康的他 也以直落二晉級下一輪 比賽一開始 拉杜卡努透過強勢底線來回掌握比賽 拉大正反拍的攻擊角度 最後擊中制勝球 這是他睽違一年來的大滿冠勝利 我非常幸運 我覺得 當我第一次智慧比賽 一定是超級甜的 藍單部分西班牙第二種子 艾卡拉茲去年因腿傷缺席 艾卡拉茲以反手制勝球得分 金以7比6 6比1 6比2 擺平法國老將加斯凱 TVBS綜合報導 2024是全球大選年 美國總統大選將在今年也要舉行 而川普在共和黨愛荷華初選大勝之後 他也立刻就趕回紐約的法院出庭 而至於共和黨排名第二跟第三名的 迪尚特跟海力 現在雙方在互咬對方 日本媒體就報導 如果川普重返白宮 加上賴希德當選總統 這個川賴組合是中國最不樂見的 才剛才愛荷華初初選風光大勝 美國前總統川普 馬上趕到曼哈頓聯邦法院打誹謗官司 法院造勢兩頭跑 支持者熱情一點都不減 上完法庭 川普又準備去刑罕部下州 為初選第二盞拉票 這次愛荷華初選 川普拿下過半遙遙領先 凡而盛看不到車尾燈的第二和第三名護腰 海力還說如果川普不參加下一輪辯論 那他也不去了 到頭來川普才是最熱門的共和黨候選人 他的各種紀念商品又開始熱賣 日經亞洲訪問美國智庫學者 彈若芸 他認為2024大選年北京怕的其實不是賴清德當選 而是如果川普也選上台美領導人 內川組合讓美中台局勢增添變數 習近平恐怕重新思考對台戰略 DBR新聞中央報導 好 觀眾朋友 我連續講的今年恐怕又是川普跟拜登 再度對決 不知道川普有沒有機會重返白宮呢 我們來看到像是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 針對台灣的大選 現在也舉行了閉門聽證會 而另外在中美建交45週年的活動上 大陸駐美大使謝峰 他也表示說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現在最爆炸的議題 而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則是說 中國對台灣施壓有損中國的自身利益 出席達沃斯經濟論壇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接受CNBC專訪指出 關於台灣和兩岸關係 美國跟全世界許多國家所關心的 就是和平穩定不片面改變現狀 以及和平解決分歧 布林肯表示在台灣投票前一天 他和中方資深官員在華盛頓會談 就已經清楚表明 美國對台灣和中國的立場 包括長久以來堅持的一中政策不會改變 而布林肯認為北京在近幾年的作為 像是對台灣施加經濟 軍事及外交壓力以及孤立 對推進中方的利益帶來反效果 中國駐美使館舉辦美中建交四十五周年 即新春招待會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勤康達 白宮國安會中國資深主任貝沙蘭 以及商務部次長拉哥都有出席 謝鋒回顧指出美中建交的癥結在台灣 而現在台灣仍然是美中關係最敏感的問題 今天台灣的問題還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最重要的問題 並且事前表示講稿內容不公開發表 TVBS新聞尼佳輝美國華府報導 好 台灣大選結束之後 賴清的政府5月上任之後 大家也很好奇 美中台的關係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TVBS的評論員余文晴呢 他也訪問到了華府智庫的兩岸專家何瑞恩 他認為北京在短時間內應該是不會跟賴政府對話 因為習近平不想要承認 在過去8年對台政策的錯誤 但是他也以諾魯斷交的世界為理由 認為即使賴清德上台 北京對台灣施壓的政策不會改變 賴清德當選總統才兩天 諾魯共和國就宣布和台灣斷交 即使8年前也有類似情況 TVBS國際新聞評論員余文奇 特別訪問華府智庫台海專家何瑞恩 台南清德當選後的美中台關係 何瑞恩表示 習近平的對台政策一直在複製相同的道路 展望未來四年何瑞恩判斷 美中台關係可能延續過去8年的態勢 至於美國總統拜登為什麼第一時間表態不支持獨立 何瑞恩認為不用把拜登說的話 解讀成警告賴清德或安撫習近平 賴政府5月上任後 外交路線沿襲蔡政府 對華府關係延續和北京交流 似乎也不會突然變動 第1位新聞綜合報導 好而大陸國台辦呢也在今天上午召開 台灣大選之後首場的例行記者會 現場呢不只是兩岸記者擠報 也有非常多的外媒 而以往呢外媒其實大部分都只會出現在 大陸外交部的記者會上 這也表示兩岸議題備受全球的關注 而針對選後網路出現武統台灣的聲音 大陸國台辦則說 這是綠營當選 加劇各界對台海形勢緊張 動盪的擔憂 台灣大選後第一場大陸國台辦記者會 是受到高度的關注 在記者會前20分鐘 現場的座位是坐滿的 另外平時鮮少出現的西方媒體也出席 並且提問 大陸官方如何看待賴清德提出 要重新兩邊對話的說法 而針對大選後大陸網路出現武統的聲音 大陸表示仍維持合同的基調 但國台辦人強調 如果謀獨挑釁 則會給台灣帶來慎重禍害 這反應的包括台灣同胞戰略 兩岸各界對民進黨可能加劇 台海形勢緊張動盪的擔憂 我要強調的是台灣地區的選舉 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15號在X平台上PO文 祝賀賴清德當選台灣下一任總統 並期待雙方面切合作加強共同利益 稱賴清德為台灣總統 已經嚴重踩到大陸紅線 未來還要台非合作更加激怒北京 我們建議馬克思總統多讀讀書 正確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另外美國眾議院日前通過法案 要求美國財長支持台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IMF 也引發大陸抗議 任何關於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 都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解決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則在瑞士達沃斯接受CNBC專訪時表示 美方長期堅持的一中政策不會改變 TVB新聞陳旭毅林秉珍北京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的是大陸國家統計局 公布的最新經濟的數據 在去年的GDP增幅達到了5.2% 但是在人口成長方面 由於結婚率生育率都是下降的 來看到在大陸的總人口 比起前年就少了208萬人 而且出生人口不足1000萬 而且尤其是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萬人 這表示什麼呢 這表示光棍的問題依舊難解 上海這家時尚酒吧燈光昏暗 每個人都戴著化妝舞會面具 與陌生人暢談 這些獲准入場的單身男女 限定年齡35歲以下 還要頂大學歷高收入 希望彼此條件相符 能順利覓得終身伴侶 不是我們想想單身 而是這個城市結構 經濟情況導致了這樣的一個結果 現實的生活壓力 房價呀還有工作呀 還有他的這個學歷不斷的提升 其實也在延遲他的婚孕年齡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最新人口數據 發現中國大陸去年出生人口低於1000萬 總人口比2022年少了208萬人 連續兩年負增長 另外男性人數比女性多出3097萬人 光棍問題依舊難解 然而不婚不生 最關鍵的原因在經濟 縱使中國大陸去年GDP 號稱仍有5.2%水準 但國家統計數據未必能貼近真實 居民收入繼續增加 農村居民收入增數快於城鎮 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218元 比上年民意增長6.3%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1% 除了GDP和人均收入暴起 大陸也重新發布青年失業率 強調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 25-29歲 30-59歲失業率 分別為14.9% 6.1% 3.9% 對岸經濟看似一片向好 但外媒路透社吐槽 由於防市低迷消費信心疲軟 今年大陸復甦前景依舊不穩定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看到像是觀眾朋友 這個海綿體寶寶他也說大陸也少子化了 而另外呢像是這一個 剛剛觀眾朋友Bob Chen也說 大陸女孩取不起彩禮上百萬 其實這也是大陸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那麼今天在中國觀察議題 我們也邀請到資深特派記者陳向如 來到現場幫我們進行分析 向如姐好 欣妮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要來聊到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這個中共的前總書記胡錦濤 因為他其實被認為是中共的團派領袖 但是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2022年他們這個20大閉幕會上 胡錦濤被離場 當時這個畫面其實大家討論度非常高 因為當時有被人認為說是 所謂的舊時代領導人被象徵性帶走 而且當時也被認為是團派被殲滅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胡錦濤的兒子胡海鋒 他在去年12月底現身之後 行蹤一度成名 但現在呢國務院大陸的國務院就發佈了 他的兒子胡海鋒升官了 升任民政部的副部長 這也代表說他可以回到北京陪他的父親 那這個胡海鋒呢 他是胡錦濤的兒子嘛 51歲 他是前中共立水這個書記的 中共立水市委書記 那當然了他具備地方政黨經驗非常的豐富 而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最後一次現身是12月底 那1月的時候本來他有應該要參加一個學習會 但他也沒有出現喔 那現在甚至大陸有網路也禁止網友來討論 胡海鋒升官的傳聞 所以我們要來請教上如姐喔 這個胡海鋒升官他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難道是習近平要跟團派示好的一個訊號嗎 嗯你這樣講 但是呢也有海外的媒體喔 他們是分析說呢 哎他們是要把胡海鋒呢 調到了北京 可以說是讓習近平就近看管喔 好那到底是怎麼樣子 這其實只有習近平自己才會知道 但是呢我們先帶大家來了解一下喔 就是胡海鋒呢 因為他的身份非常的特別 他是大陸的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 那麼近幾年呢 他其實呢被大家傳來傳去已經有10次喔 將近10次的升遷的這個消息傳出了 包括了哪些職務呢 之前說呢他要去遼寧大連當市長 還有人說呢他不對 他是要去河南鄭州當書記 以及福建省委組織部的部長 這些職務呢通通都有傳他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都沒有兌現喔 於是呢很多人都說 哇這一次呢總算是來真的了 好那麼胡海鋒呢他就像你說的 他在浙江省的一個山區喔 好這個山區浙江省本身很富有 但是呢在富有之中呢 也有相對比較貧窮的地方啊 他所在的這個地方呢 麗水喔他任的是市委書記 相對的就是在浙江省來講 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城市喔 他在這個地方呢 擔任市委書記將近6年 好那我們來看呢 他是從2018年開始的時候擔任的 麗水市呢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可以說呢是浙江省的地級市當中呢 比較年輕的市委書記喔 那麼他現年的話呢是51歲 那麼這一次的話呢 他被晉升為民政部的副部長喔 那之前的時候呢就有很多媒體說 這次該不會又落空了吧 哎沒想到呢在近期的時候呢 大陸發布的人事命令裡頭呢 真的有他 所以呢也表示 他已經從浙江呢 要調到了北京去了 好 那麼其實呢 官方最後一次發布呢 胡海鋒的身影 就像你剛剛說的 是在2023年的12月27號 那麼之前的時候呢 12月27號他現身了對不對 但是呢 1月4號呢 有一場非常重要的會議 他缺席了 就引發了關注 那你說到底是哪一場會議他會缺席的 大家來看一下呢 他缺席的呢 是立水市委的理論學習中心組 他們組織的一個叫做習思想專題學習會喔 那麼當然呢 習思想專題學習呢 是在各個地方的通通都要學了 來看一下習思想 你就知道呢 這個這個會議非常的重要 那麼重要 那既然你又是地級市的這個第一把手 但你又缺席 難免會引發關注 就覺得說他消失了 好那消失了以後呢 後來的話呢 直到現在人事命令出來以後呢 他調到了北京以後 總算是塵埃落定了 那之前的時候呢 其實在2022年 也就是20大的時候呢 確實他因為他的父親胡錦濤呢 他在當眾離席的事件呢 引發了胡海峰呢 他被列為了敏感詞喔 好那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大陸網友呢 就非常關注了胡海峰他的行蹤 那現在的話呢 總算是塵埃落定 是的確就像觀眾朋友BOBCHEN說 掉回北京可以讓韜哥的人買 不敢輕舉妄動 但就像剛剛上如節講了 到底為什麼 升官為什麼掉回來 這恐怕只有習近平自己才知道 好另外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稍微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 我們知道農曆春節快要到了嗎 那每一次到農曆春節前後呢 就是中國大陸的 他們叫做春節期間交通運輸 叫做所謂的不好意思拿反了 叫做所謂的春運 而每年的這個時候呢 甚至被大家說是年度的人類遷徙 因為流動的人潮實在是太多了 大陸今年春運的時間呢 預計會落在1月26號到3月5號 總共有長達40天的時間 預估會有90億人次出行 90億人次非常的恐怖 包括像是鐵路 公路 水路 民航 加起來營業性這種客運量 有可能會超過18億人次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這90億人次 其中有8成有可能會自駕 也就是自己開車 所以預估將會有72億的人次選擇自駕 那民航當然搭飛機的旅客運輸量 也有可能會突破8000萬人次 有可能創下歷史新高 聽起來90億人次 真的大家非常難想像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 有時候過年車多人多 頂多就是塞車塞比較久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這個90億人次 這種大陸的春運 通常有沒有發生一些比較誇張 或是比較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嗎 其實我有去採訪過春運 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是在廣州 然後為什麼會選廣州呢 主要是因為啊 整個廣東省啊 包括了廣州啊 東莞啊 還有深圳呢 他們都是外來人口比較多的地方 他們稱為移民城市 所以每次到了春節的時候 因為是重大的節日 而且時間又拉的比較長 所以的話呢 他們會提前返鄉 然後呢 就像你剛剛看到 他們不是40天都在春運 他們是春運的這個工作呢 必須要維持40天 因為14億人口的移動 那可不是一個開玩笑的事情 於是我就從廣州 然後呢 我就開始買票 那因為我們只是為了要採訪 像人家是真的要返鄉嘛對不對 所以他要提前 而且呢 很多人呢 他在 就春運他開始售票的時候呢 他就要開始在網路上面採 就是要搶票 那我們不用嘛 我們就是 哪邊有票 哪邊就上去哦 那即便如此的話 你知道嗎 我上的是綠皮車 就是大陸最慢的火車 然後呢 上去以後呢 哇 那簡直就是一個人山人海 不要講提行李 當然一定要提行李 還有挑扁蛋的 還有提這桶子的 提桶子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湯啊很好用 為什麼你知道 湯啊他裡面可以裝東西 你可以把你家當的裝到湯啊裡面去 那重點是你一定買不到票 然後你還可以把湯啊放在地上 然後的人就坐在上面 還可以取代椅子 所以湯啊非常的重要 你也可以看到呢 很多地方呢 就是人手 你行李箱可以不要 但是呢 湯啊一定要用 對 然後還有人呢 他們因為搶不到票 你知道有大學生 他們多聰明嗎 他們叫霍拉拉 把自己拉回去 什麼叫霍拉拉 他有點類似像台灣的那種 就是康福搬家公司 對 然後呢 因為他們就叫霍拉拉 然後呢 他其實上既然叫霍拉 就表示我可以拉貨 然後呢 那個大學生呢 他搶不到票 因為懶惰嘛 啊既然每一次都搶不到票 於是呢 他就叫了一輛霍拉拉說 欸我要運貨 他的貨其實就是他的行李 他就人跟著行李 一起上了後車廂 他其實就一個麵包車 然後呢 他還說 他就發po文說 哇我回去的車 啊既有地方坐 而且空間還挺大的 對對對 所以呢 他就叫了一輛霍拉拉 然後把自己拉回家 當然他不是跨省的 他就是譬如說 他是在浙江省的A省 然後呢 到了這個B地方這樣子 對 就是比較短途就對了 對 像是觀眾朋友X-Man 因為他也是這個大陸這邊的人嘛 那他說他的春運 他有經歷過一次 簡直要命 非常的可怕哦 所以就像剛剛向如姐講的 我們真的非常難想像這樣子的事情 但謝謝你跟我們分享你的經歷哦 謝謝欣宜 謝謝大家 謝謝夏如姐 好的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乾香菇 因為我們講到農曆過年嘛 每次到過年 當然很多人都會採買年貨 而乾香菇也是年貨之一哦 那當然現在呢 大陸也有非常多走私洗產地的香菇 他們會先出口越南 再合法的進口台灣 而現在市售的乾香菇呢 有多達三分之一 都是大陸的香菇 這也嚴重衝擊到 台灣的香菇產業 年損了10億元 這個是那個埔里的 我們台灣的 這個是最漂亮的 距離農曆春節 剩下不到一個月 民眾開始採買年貨 尤其乾香菇是國人經常買的 南北貨 更是年節送禮的最佳選擇 檯面上琳瑯滿目 有台灣本地 也有來自韓國和越南 一二三是五六越南的 但是它不香 它只是厚大片 不過逛了一圈可以看到 有些攤販賣的散裝香菇 連半個標示都沒有 近年來就有不孝業者走私大陸香菇 當作台灣香菇來販售 根據官務署統計 從二零九年至去年十一月 海關巢獲三百三十二件 超過一百五十二公噸的 大陸走私香菇 換算成市值超過一億 由於台灣目前沒有開放 大陸香菇進口 民眾購買時一定得多留意 雖然是售的香菇 多號稱產地台灣 但大陸香菇多年來 透過走私洗產地 先出口到越南 再合法進口到台灣 我們該如何選購 正港的台灣香菇 消費者在購買時 可以先看包裝 有沒有台灣菇類發展協會 所設置的台灣香菇標章 來辨識香菇是否是國產菇 至於身分不明的香菇 沒有產地標示 最好別購買 我這邊產地 它就寫得很清楚了 產地 然後寫台灣 有沒有 它逆漏的比較窄一點 對 這樣就是台灣的香菇 菇餅的話 它會比較長一點點 像是台灣香菇 顏色較金黃 皺褶多 菇餅較長 香氣濃郁 至於大陸香菇 則是表面光滑 香氣較淡 且菇餅較短 因為需要長途運輸 通常會把菇餅 減到一公分內 減少體積和運輸費用 而且大陸走私香菇中 又以香菇絲數量最多 大量用在油飯 香菇肉根 炒米粉等小吃中 其實一般我們餐廳 我們在購餐廳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 我們還是會選用 台灣的香菇 買回來自己切食 那如果說比較平價的話 那因為成本烤羊的問題 那可能就會買這個香菇絲 那因為他們的成本 大概差了兩成 消費者難辨真味 一不小心就吃下肚 市售乾香菇有近四成 是大陸菇混沖 以合法越南菇身份混淆試聽 從數字來看 越南香菇來台數量 年年增加 從2008年的258公噸 到去年1到11月 已搭956公噸 假冒越南香菇的大陸菇 不只有農藥和重金屬殘留疑慮 更直接排擠到 國產乾香菇的銷售 大陸香菇 大部分都經由越南 越南的產地到台灣 因為從大陸到越南 加上我們進口的高關稅 加起來 還有利潤 還有蠻大的利潤 進口商就 很多都這樣去做了 走私香菇 其實它不論說是在用藥上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它在品質上 可能會因為受潮 發霉等等 會有一些實在上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其實 第一個是說 對我們國內的一個消費者來講 其實在實在上是有疑慮的 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走私香菇 進來台灣之後 確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國內的一個 菇農 所生產的優質 香菇的一個銷售的一個價格 近年國產香菇的需求量 以百分之十五逐年減少 因為對不少餐廳加工業者而言 比起國產香菇一公斤 產地價一千四百元以上 大陸香菇一公斤不到一千一百元 成本相對低 如今大舉侵占國內市場 政府應提升鑑定香菇的技術 才能減少食安風險 及對本土香菇產業所造成的衝擊 TVBS新聞 黃光維 劉恩軒 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 前中央董事長趙少康 結束了他50天的選舉行程 而就在今天重拾電視主持的主持棒 那麼線下副手的重擔之後 當然趙少康講話也不再綁手綁腳 他也直接坦言說 國民黨應該要改革 甚至建議國民黨 應該要稍微朝社會主義靠攏 他認為這樣子比較有理想性 也給年輕人希望 才能找回年輕選票 大選剛結束 前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火速重拾驗世主持棒 帶狀炮子長到現在還 太累了 選舉起鍋底定 趙少康馬不停蹄 也回鍋中廣主持節目 針對國民黨內就責朱立倫 甚至有力拱趙少康選黨魁的呼聲 趙少康說沒考慮 只關心立院藍白河 誰配誰不重要 關鍵是再也必須合作 才能牽制民進黨 你既然聯合就要有誠意 要有善意 那他們現在是說 柯文哲變來變去 沒有誠意沒有善意 對啦 但是以前的事忘掉吧 一個政黨沒有理想性 是不可能吸引到年輕人的 他非要理想性不可 而且我認為要往社會主義稍微偏一點 不能夠 民進黨現在是嚴左行右啦 都是資本主義 另外針對高端公布 每劑疫苗賣給政府880億元的合約內容 趙少康直言 用免疫橋接代替三期臨床的疫苗 賣得比國際知名廠牌還貴 疑點重重 你也沒有做三期啊 對你又不像國際知名公司這樣有信用啊 有績效 你都沒有嘛 那你憑什麼 跟這個什麼BNT啊什麼 甚至比人家還貴 我覺得這中間疑點都很多了 這樣可以可以公布 你早兩天也可以公布啊 為什麼搞到選後才公布 你就怕被人拿出來批評影響選情嗎 不是這樣子嗎 趙少康從候選人回歸媒體人身份 不再綁手綁腳 犀利點評時事 暢所欲言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選舉結束而立法院的新會期也將在2月1號展開喔 但是在開議之前有一些沒有連任的立委 他們必須要把辦公室清空給新任立委來進駐喔 但是選辦公室居然也有玄機嗎 難道是看風水嗎 我們來看到現在剛選完副總統的立委吳欣營的辦公室 就非常多人 但探尋就是希望可以延續他的好運氣 就是相夫教子要做個好媽媽好太太 說自己卸任立委後要先陪一下老公跟孩子 剛選完副總統的立委吳欣營 不像其他要卸任的立委開始整理辦公室 難道是在規劃下一步 我要看看哪些法案是未來這八個委員 他們誰願意承擔我們這些案子 不管是在從商或從政我會持續關心的議題 那如果說有需要我幫忙的話 那當然我會義不容辭 我一定會想辦法讓台灣跟國際接軌 沒照明接下來要去哪裡 但他的辦公室已經有不少人在探尋 有沒有接棒進駐的可能 畢竟這裡可是曾經出了位副總統候選人 立委們也想沾沾好運氣 選辦公室也有排名 不過說到很多立委心中的第一名 恐怕就是這個連接天橋 到另一端的青島醫館了 因為這邊曾經創下2020年 百分之百的連任成功率 就2024年區域立委 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連任率 而且這邊還出過十位以上的縣市首長 被譽為是立法院的縣長管 被譽為想更上一層樓的風水寶地 但也有地方是立委們會再考慮 原本放在轉角角落的陳時中沙畫 目前已經看不到了 就在中心大樓五樓這一層樓 有六位委員 不過最後只剩下一位留了下來 我心裡也有點毛毛的 所以我這一次我也去換其他的地方 那我只能說我運氣真的很好 因為當時是接管閉林委員的辦公室 然後我必須要說這個辦公室真的很棒 就是它的陽光好 通風好 學學樓上雖然視野好 卻有隱憂 電梯很慢 對啊 等電梯 所以很多人說這個九樓 這個電梯太慢了 簡單說立委選辦公室 跟選另一半一樣 不僅要選喜歡 還要符合三觀 TVB的新聞 謝文祥 韋佳琦台北細鳳報導 好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 他日前騎著他的電動機車 要去充電站換電池 結果沒想到因為工作上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他換完電池之後 就拿棍棒把整個電池站給砸了 這也導致後面騎他要來換電池的機車騎士 沒有電池可以換 而這一名男子現在事後 必須要賠償修理費7萬元 有持棍棒氣球中的往換電站走過去 這名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難道是和機器幾下糧子 要尋仇嗎 他用力一揮 一棒就往機台上砸了下去 把東西給砸壞 他也隨即轉身離開 被砸壞的就是這處電動機車換電站 位於新北市板橋一處大賣場 停車場旁邊 由於他砸壞的是操控螢幕 導致全部電池都拿不出來 警方調監視器以車追人 找到了這名34歲的許姓騎士 通知道案說明 原來他當天是騎到一半 電量不足又剛好他心情不好 自稱財務工作壓力大精神不佳 換完自己的電池之後 就拿出車上的棍棒 玩換電架亂砸 而他也因此得賠償7萬多元 如果換電站不遠 還能夠自行取出電池 前往換電站來更換 要是沒辦法自己去 可以撥打客服電話 申請道路救援 脫調費市區平日1500 假日2000元 如果地點是郊區 則還會有其他費用產生 這個我就會傻眼啊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要特定到那個電站 就是因為我已經快沒電了啊 那我如果過去之後 又沒有電可以換的話 那真的會傻眼 對此業者表示 通常換電站 都會配置兩座機台 防止其中一台故障 現在也都會有監視鏡頭 感應器和電路偵測 有任何情況都會立刻知道 民眾可別以為換電站 沒人顧就能搞破壞 或像他一樣心情不好 就拿機台出氣 最後賠了7萬塊 TVB宣傳張智銘 關於文貴 謝謝老師 好就像觀眾朋友 威廉先生說的 這真的是好貴的發洩 有點得不償失喔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新北市有一名4歲的女童 她在三重的一間便利超商前面 結果沒有注意到 店門口的水溝蓋 因為生鏽破洞 所以她就直接踩空 導致她的右腳呢 被劃破了20公分的傷口 而區公所就說 這裡每年都有不定時的來檢修水溝蓋 而事發隔天也馬上就換新 事後其實家長也有申請國賠 但是求償都沒有結果 她也控訴去公所 態度消極 從大腿到小腿 一條長達20公分的傷疤 手術縫合後 每天還要穿壓力褲 避免疤痕擴大 這是4歲女童每天的日常 母親看了心如刀割 她現在每天起床 第一句就是問我說 媽咪我今天可以穿裙子嗎 甚至反過來跟我說 如果我沒有掉進水溝蓋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穿了 新美市三重一名4歲女童 去年7月在超商門口 沒注意到水溝蓋袖石破洞 當場摔進去開刀治療 一共縫了66針 區公所表示水溝蓋 都是委外包商修繕 家長進行求償都沒結果 事後提出100萬國賠 也遭到推薦 控訴區公所和包商 處理態度消極 剛開始保險公司提的是20萬 承包商只願意再多提5萬塊賠償 那因為女兒其實一個月 就要1萬多塊的醫藥費 然後還有壓力庫的訂製 那她的傷口因為很大 所以不可能只有一兩年會解決 小孩子你不可能讓她 每無時無刻都看著地板吧 所以她就這樣意外就是採到 就掉下去了 水溝蓋維護也不是我的問題 官方對於賠償金的人 未達到共識 那我們持續會跟家屬 來做一個協調 事發過後隔天 三重區公所馬上請人 將破洞的水溝蓋換新 區長表示水溝蓋破損通報 每年不到時間 光是去年就申請 將近三千八百萬的經費 做道路維修 也強調每年都有不定期做一到兩次巡檢 這回發生意外才趕快通報維修 女童母親難以接受 希望政府重視公共安全 別再有下一名受害者 TBC的高橋黃金分新北市報導 新北國中少年割喉案 而現在呢 少年的媽媽首度發生了 他說現在回到家 只剩下空蕩蕩的房間 可以想念小孩的方式 只剩下手機裡面的影片 那麼其實呢 這個少年從小 為了不讓媽媽擔心非常認真的讀書 就是希望可以一起幫忙照顧 身心障礙的姐姐 甚至放棄了姿佑班的資格 像以往下班後騎車回家 一轉身看到從身旁擦身而過的孩子 沒有我就是希望他可以回來 我在等 你現在要叫我講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講啊 你幫我問他 你看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他們放學回家了 那我的孩子呢 一次又一次反覆問著 因為回到家中看到房間 只剩下這些畫面可以想念 他就是遭到殺害的新北市國三生 才剛認得字 就已經把英文單字背得滾瓜爛熟 即使家中環境不好 符合中低收入戶 但對於念書 從小就是比其他人還要認真 小小年紀就很懂事 為了照顧身心障礙的姐姐 自願放棄自優班資格 只希望究竟可以好好照顧她 不僅少年的媽媽至今無法接受 其他家長更想問 因為恐懼每天都在加深 我覺得是整個教育體制 跟整個政策的改變 我們以前念書不是這個樣子的 好像我隨時不小心看著誰一眼 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 這樣的環境可以快樂讀書嗎 籌備追思會期間 同學們找出一張張跟她的合照 讀書讀到累了 坐著睡著或是開心拍下 現實動態影片 寫下悼念的話 字字句句都是那些 忘不掉在一起上課的點滴 同學們說班上有她在 就是充滿歡樂聲 說好要一起玩手遊的 現在卻再也無法上線 因為她的人生已經無法重啟 儘管曾經發過公開信 呼籲修法 期盼有應當的法律制裁 這些都無法彌補 已經遭撕碎的心 因為媽媽始終只期盼著 沒有我就是希望她可以回來 TVB新聞 施邪元宣輪 新北市採訪報導 好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這個議題 也想問問觀眾朋友 如果你平常有在露營 你覺得露營區排出來的水 應不應該要進行污水處理呢 因為現在其實全台灣 越來越多人喜歡露營 當然也讓露營區增加越來越多 但是環境部1月16號就公告了 未來全台的露營區 都要裝設污水處理設備 如果沒有的話 依法可以開罰3萬元到300萬元不等 對此呢露營區的業者也說 他們非常無奈 他們覺得露營區排出來的水 其實就跟一般家庭排出來的水 是一樣的 但是為了配合法規 也只能依法裝設 全台風露營光是露營區數量 已經超過1700多家 這要斜的第一號 針對日漸增多人露營區 環境部1月16號正式公告 2025年3月1號開始 全台露營區都要裝設污水處理設備 否則可以依法開罰3萬到300萬元不等 污水處理這個詞的話 到底是它要多大 那要怎麼設置 那怎麼比較合情合理的方式 你總不能規範一個 完全不能達到一個 業者表示露營區的排放廢水 主要以清洗食材和碗盤 以及沐浴灌洗用水為主 就和一般家庭廢水差不多 被要求進行廢水處理 雖然無奈也只能配合 環境部解釋針對需要申請合法化的業者 都有訂定指引 除了增加污水處理設施 將廢水收集妥善處理 處理容量也得符合營區的人數 除了設置污水處理設備 未來也將採樣檢測放流水 是否符合標準 不合規範的業者 同樣都會依法開罰 要求改善 TV新聞陳家貴南投採訪報導 好 剛剛問觀眾朋友 覺得露營區的水 應該要進行污水處理 像是維文水還有Bob Chen 他們都認為應該 因為覺得說這個露營 其實會有一些清洗 甚至是這個排泄 這些水都應該要進行處理 不過Bob Chen說 合法的露營台灣其實不多 但其實環境部的這個規定 是所有的露營區都要造作 不管你有沒有合法 都必須要進行污水處理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宜蘭 有異影車 疑似是因為視線的死角 所以他在變換車道的過程當中 他就直接撞上了前方的轎車 而且瞬間推撞到路口 又擦撞到停等紅燈的休旅車 另外還有在新竹 我們來看到有機車騎士 他本來應該是要執行的 結果他撞上了要左轉的 水肥車也造成了輕傷 水肥車駕駛就說 這是因為逆光 沒有看到才會撞上 英國路口蹦一聲 直接和水肥車正面對決 撞上了車頭 騎士瞬間和機車分散 這一撞就寶鐵受傷 救護人員抵達車禍現場 簡單包扎 騎士嘴巴撕裂傷頭部 還有多處擦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用警圈固定將他送醫治療 快啊 很快 兩個都快 車禍發生在新竹石平路 東山路口17號早上10點多 當時水肥車要左轉 騎士是執行 水肥車駕駛稱 沒有看到騎士騎過來 是因為這件事 沒有我要左轉啊 我剛看 剛好又太陽 你可以看 太陽在那邊 我剛好沒 真的是沒看到他 應該是我錯啦 因為他是執行 我再怎麼樣也要注意 對啦 那就真的是 剛好太陽在這邊 有一束光 那瞬間 讓水肥車駕駛痛得刺眼 還造成車禍 警方補充 雙方沒有酒駕 照音還要釐清 但是因為有光太刺眼看不見 而在宜蘭 則是有大車駕駛 根本沒看到 路口一輛修理車正在等變燈左轉 突然隔壁車道傳來巨響 硬影車撞上了紅色轎車扣 煞不住把車往前推撞 直接撞上了原本在等左轉的修理車 變成連撞 車禍發生在宜蘭191縣道黎明路口 17號早上7點多 疑似義營車有視線死角 在他前方的紅色轎車 瞬間成了透明車 大車一變換車道時直接撞上 幸好這起車禍沒有人受傷 TVB新聞 陳世民檢大臣陳其軍 羅一星 新竹宜蘭 綜合報導 好 藝人趙正平呢 日前除了求婚女友 他最近也跨足了半面的市場 但是其實呢 半面這個市場並沒有大家想像的好賺 因為目前市面上大家知道 就有很多藝人投入相關的產業 像是賈靜雯 許乃玲還有曾國成 競爭非常激烈 歡迎趙哥來到現場 人來瘋的響牆首次擔當主持人 一方面也幫忙叫賣 畢竟好朋友趙正平跨足副業 這回也要賣牛肉拌麵 滿分十分給趙哥幾分啊 十一分 為什麼還多這麼高 一月一號開始預購 到現在已經賣了兩千多組 那我總覺得做一些不一樣的操作 然後做一些不一樣的食材 給大家吃吃看 頭背約一年時間 目前員工有十億人 只是萬事起頭難 去年營收沒大家想的好賺 無奈給了年終可能不到一個月 會努力評下去 這一次我們股東又增資了兩百進來 總共現在四百 所以你造了幾個股東 我們連我的話總共是四位 趙哥本身很愛他吃牛肉麵 我知道他很常去 對個牛肉麵都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趙哥今天找你對了 你推得很用力 只是目前拌麵市場 趨勁飽和得做出一定特色 同樣搶工拌麵市場 像我手上的這一款 就是由藝人舒淇 他所推出的品牌 殊此之外的藝人曾國成 他也推出拌麵 而且口味相對多樣 另外詳細Youtuber千千 現前還有賈靜文 徐乃玲 蕭敬騰 都推出類似商品 賣場就觀察麻辣口味系列 以及寬麵 捲麵 最受消費者信賴 營業額叫同期 成長兩成 電商平台也說 連接到了加持業績一到兩成 你大概多久買一次 我常常買 很好 那個口味好 口味好 你自己我邊 就會抓多少量 家裡幾個人要吃 三八 我覺得第一個是很方便 第二個是 他們覺得那樣子就已經很香 可是我吃過比那個 我們自己做的那個醬比那個更香 年關將盡 煮完年夜飯不想煮 或許半命就成了好朋友 雖然口味主觀 但半命市場的商機 仍舊勢不可當 體會選 林韻財 張布局 踏不到 好 我們來看到 手機殼品牌犀牛頓 他們有推出 讓消費者可以客製化 但日前呢 有民眾想要客製化 自己的字在慈禧水壺上面 結果沒想到 上面印著頑固台獨分子 卻遭到業者退單 但是客服回覆系統 是偵測到不雅文字 如果換成了 中國一定要統一 就通通審核 而且馬上發貨 對此呢 犀牛頓也發出了聲明 道歉 可以客製化 就連水壺也想印上 自己喜歡的圖案 但有民眾在網路上下單 卻被以不雅文字為由 遭到退單 民眾1月9號 在犀牛頓官網 客製慈禧水壺 想要印上頑固台獨分子 隔天卻被退單 客服說是因為 系統偵測到 設計包含敏感文字 得保持中立立場 但隨即再試一個 孤零架上 想用簡體字印上 中國一定要統一 一個點都不能少 解放台灣 1月16號馬上收到發貨通知 讓這位民眾懷疑 難道又有文字語 不過客服後來又說 是霧山訂單 說法前後不一 其實我是覺得 沒什麼必要 就不用到那麼敏感 要嘛就兩個都不接 他就直接那個 因為這樣子的話 等於就是表明 有那個立場 那可能 廠商也是怕會被反彈 對此犀牛頓解釋 絕非中資企業 也不會針對個人言論 政治立場等 進行客製化內容的解釋 更沒有所謂的系統審查 已經在第一時間 主動致電也致歉 並協助完成所有訂單 這位民眾 事後也發文表示 官網已經出貨 只是說 現在很多商品 都能客製化 製圖文字 還是有些限制 如果他今天不是 不是自己打文字 他是網路上找 現成圖檔的話 那通常會判斷 就是他們 因為類似原廠的角色 他們是不允許 你去隨便抓一個 有版權的圖片 來做這樣子的製品 系統第一道關卡 主要以檢視著作權為主 不是自己的圖片 可能就會被拒絕 3C達人也說 找別人的設計稿 可能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或是敏感詞自哭問題 很多廠商會盡量避免 這個政治的用語 然後最簡單 有可能猜測 就是他們也擔心 中國網友生氣氣 客製商品 本意是要獨一無二 這次剛好在選舉過後 加上牽動兩岸敏感神經 意外成了大家 關注焦點 有一對夫妻 遭到鄰居集體控訴 長期亂丟垃圾 吃完的殘渣紙盒 全部往下丟 吃了蛋殼 那麥當勞 那麥米罐頭 反正差一點 是他們沒有在煮菜 如果有紙盒 更臭 這公寓後向屋頂 全都被垃圾掩蓋 瓶瓶罐罐 外送的殘渣紙盒 塑膠袋 飲料杯 全都是樓上住戶的傑作 他平常的話 都沒有出去倒垃圾 然後順手 都這樣往下丟 就丟了以後 蟑螂 蚊子 老鼠 家裡垃圾全往下丟 集在屋簷上 越堆越誇張 整排住戶都遭殃 一堆食物引來蟑螂 老鼠作伴 長達一年多 左鄰右舍真的受夠了 這裡是高雄市前鎮區 廣東三街的巷弄內 里長收到李明集體投訴 指控一對四十多歲的 孫姓夫妻黨 他們住在四樓 長期往後巷亂丟垃圾 屢勸不聽 里長貼公告被撕掉 後來直接上門找人 對方明明在家 也故意不理 住戶曾自行安裝監視器 但應丟的位置在後巷 天黑之後燈光昏暗 搜證有困難 連里長也束手無策 只好自己爬屋頂清理 第一次好像是清四代 第二次更多 清的六代的 那個黑色垃圾袋 查明污染行為人後 以違反廢氣戶清理法 第27條規定 採處一千二到六千元罰還 左邊是清理前 垃圾堆成衫 臭氣熏天 右邊是里長剛清完 不過隔三天 馬上又出現塑膠袋 惡靈把後巷當垃圾場 住戶忍無可忍 希望公部門 能幫他們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TVBS新聞 徐柯成林嘉義 高雄報導 有民眾到美式賣場 買了一盒沙拉 結果打開來發現 裡面居然還有一隻活蝸牛 放在桌上還會怕 沙拉這樣一拿起來 越看越奇怪等等 有個小貝殼躺在生菜上 本來不以為意 拿起來放在桌上 結果 電視聲似乎把小蝸牛 喚醒的觸角伸出來 一路向前爬行 看到這一幕 讓消費者徹底傻眼 民眾直說 心裡忍不住吶喊 真是好心的沙拉 沒想到沙拉進冷藏一天 小蝸牛還能生龍活潑 移民成宵結束 15號下午前往桃園美式賣場 買了一盒雞肉沙拉回家 17號早上拿出來當做早餐 以外發現一隻活生生的蝸牛 他懷疑業者生菜是否根本沒有洗過 就裝盒 不然怎麼會殘留 身為沙拉愛好者卻親身經歷 美式賣場實安一律 這樣我不敢再買了 像每次只要一到Costco 有什麼東西有問題 從此以後 我就不敢買那個東西了 事後處理 是將沾有蝸牛的生菜丟掉 剩下清洗乾淨吃下 沒有進行退貨程序 但消費者只想知道 裝盒錢到底有沒有洗滌 目前衛生局介入調查 美式賣場則回應 會員對商品有疑慮 都可以帶回來賣場 或與客服聯繫 盡全力協助 TV也宣 廖宗親網私診桃園採訪報導 在雲林有農民種了 炙無霸高麗菜 這個種種就超過了20公斤 炙無霸高麗菜擺在紙箱上 到底有多巨大 一顆重達20幾斤 比正常大小兩斤重的高麗菜 重10倍以上 一顆底10顆 近日迎來平地高麗菜採收季 雲林二輪的巨無霸高麗菜也開放搶購 巨大外型 吸引不少路過民眾查看 我想要嘗試一下 順便買幾顆送親戚好友 這樣 總共買幾顆 五顆 還有人一次就買五顆 送給親朋好友當賀禮 雖然說 外型跟正常高麗菜沒兩樣 但農民說 只摘種成本多出一倍 感覺它比較特別 特別是怎麼說 要做飯店也好 要吃也好 就跟別人不一樣 想說沒試試看 農民說因為體型巨大 所以摘種量少 一般大小的高麗菜 可以種植4000顆 但這種巨無霸 只能種植800多顆 雖然說量比較少 但也躲開了這波高麗菜 疊價超 農民說 因為外型太特別 一樣一顆買500元 還是維持原本價格 不過這種大小 一般人買也是划算 因為他說這一顆 小家庭大約能吃到20天 讓買的顧客可以超過兩週 都不用再到菜市場買菜 賣這一顆就夠了 TPBA新聞張崇敏 原理採訪報導 為了環保要節能減碳 同時有可能會推高成本 而這一種現象 就叫做綠色通膨 那我們希望說 賣的是一個影響力 不是在乎它的本身的業績 因為主要是說 消費者可能我在賣場面 看到非常多的商品 可是不知道哪些商品 是所謂的環保有序 我就把它集中起來 吃的用的在貨架上 豐富的呈現 這些商品聚集在一起 共通點就是製造生產過程 符合永續環保 也是現在的國際趨勢 地球的資源已經很有限了 那如果說我們本身 只是為了生產 而沒有去考量到它本身 對環境是不是 共生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很多的商品 到後續它的資源 越來越削減 也許它會增加它本身 在製作成本上的一個負擔 但是相對的 它在本身對環境 永續的一個概念 它是有夠讓商品 在後續是有辦法再繼續長存的 全球政府推動綠色經濟 而廠商為了少繳一些碳費 實施節能減碳 取代舊友模式的同時 卻可能推升原物料等價格 造成企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最終推升物價引發全面性通膨 也就是所謂的綠色通膨 量販提供消費者相對友善環境的新選擇 讓民眾接觸新趨勢之下 而目前各界對綠色通膨局勢的分析 是走向綠色經濟速度越快 越緊急 短期成本也就越高 但轉型又是必要的 目前在國際間認為綠色通膨 可能會造成三種形態 一是產品直接變貴 第二則是價格沒有改變 可是因為貸換的速度比較快 也造成支出增加 第三個則是因為政府 為了要推動政策 因此來補助廠商 但這個錢也可能 來自於民眾的納稅錢 畢竟綠色經濟代表的是 未來要把環保標準提高 以台灣來說 政府為了達到 國際淨零碳排標準 確定將以2024年 全年碳排量作為計費基礎 2025年開增碳費 第一階段碳費徵收對象 以年排放總量2.5萬公噸以上的 製造業和電力業為主 因為要節能減碳 所以各國的政府 都在原理或者是 已經在課增所謂碳稅 即使你本身沒有做 碳交易或者是碳稅 但是國際上會課碳關稅 所以整個來講 你的這個物價 都會因為這些稅率的增加 可能會提高 而未來通膨指數超過2% 是否可能成為常態 國發會主委 孔明星也不敢鬆口搏斥 美國它有個叫反通膨法 它其實就是強調說 它已經看到就是整個一個 永續或者是綠色本身而言 它勢必會造成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它在法規上面 它有做一些 抑注或者是補助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台灣其實也在做 這樣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未來我們 比如說政府在徵收碳費之後 那政府會徵收這些錢 這些錢基本上 就會反映到我的補貼上面去 面對綠色通膨 經濟部則認為 合一的價格有助於帶動產業轉型 加速優化製程 但最終並不必然 代表成本會大幅提升 反而有效可以提升競爭力 金農業現在也在推所謂的綠色金農 它也希望能夠透過一些金農的手段 跟工具來去減少這樣子的效果 那當然這個效果本身而言 它到底發揮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是有待觀察的 我們談到那個碳這個 這個電價的部分 也可以考慮 因為現在的壓力 不只是要減碳 而且還有所謂 所謂這個再生能源百分之百的 這個廠商方面有這個壓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但是再生能源 我們是延延落後於我們的計畫量 在轉型的過程中 也許這些都是陣痛期 但最終經濟上的效益 是否能超越綠色通膨 也不是短期能看得見 TVBS新聞 羅氏彭謝丹池特會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